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好朋友就是心脏好就是心肌梗塞不幸意外过世了那过世之后我们就是有感于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有一群人出来把篮球活动带出来然后让社区的一些好朋友可以长期定期的一起聚会跟打球篮球是起点也是工具 潘育仁和他的伙伴希望透过长期赛季的安排让社区及部落的哥哥带着弟弟远离可能成瘾的坏习惯 在社区之间在邻里之间我们把它带出来让这些小孩不会去跑去玩咖打电动玩手机抽烟喝酒吸毒这些我们就是希望这里正向的效应 让这些社区的大哥哥先把球员全部拉出来 为了这个理念大五三联盟制定许多严格规范一开始不少球队有所抱怨但打了几年逐渐看见球员跟社区部落的转变 球季开始的时候然后脸书那些什么都会做分享然后反而你没有去比赛大家还会督促你说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去比赛你现在为什么没有在练球 那是不是你有什么是不是生病了还是说你有什么事情然后大家都会互相做督促 小型的悲赛事其实很短可能两天就结束三天两天就结束一两天就结束了其实变了让球员没有那么多的向心力 然后也是因为谢谢大五三让联盟可以让时间拉长然后让球队可以更好的聚集对向心力可以更好 场边的音乐跟音效增加比赛气氛DJ让阿让几年前与大五三联盟结缘从此就成固定班底 这里有汉人又有原住民来到这边又发现到说这里的环境不错啦 又各乡镇的原住民的球队都有来在这边接触到他们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跟声音跟熟悉 那个环境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大五三联盟七年的努力不只吸引专业人士加入 也影响各球队推动新计划让这个正能量越传越广 我们以前都是可能高中生大家喜欢打球 然后到现在我们出了社会然后十几年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人可以回到部落打球 那个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在我们长治乡喜欢打球的小朋友会来到我会来到德协国小 我们会有我们的球队的球员会来带这些小朋友来幼苗一起把他拉上来 对一起打球一起带向一起成长 这个我们联盟是非营利性质 那我也希望我们用这种志工的精神去影响其他 一起加入这个篮球圈子的一个伙伴 让这个整个篮球的一个形象做得更好更完美 因对人的关心而起也因这个善念而壮大 大五三联盟将为自己的理念继续努力 原是新闻巴浪 宁东市长播导